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Cat 香港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即將展開 政治離不開抗疫 在緊跟中共清零政策下 香港疫情仍然失控 每天新增確診病例上千宗 建制派更出現內訌 以梁振英為首的反林陣營動作不斷 吸引任特首林鄭月娥的連任增加變數 根據香港政府新聞網2月14日的消息 自至目前為止 香港新增2,071例確診個案 其中僅19例為非本土感染個案 在創疫情爆發以來的新高 另外還錄得初步養性病例約4,500例 同樣突破過往紀錄 根據中共的標準 香港的染疫人數與中國大陸相比顯得十分突出 中共喉舌新華社早前2月6日發表評論文章說 香港當務資金是統一思想 堅持以動態清零為防疫抗疫方向 平且批評一些與病毒共存的主張 認為如果放棄清零就休想再談論 與大陸實施免檢自由通關 與此同時香港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提名 將於2月20日開始至3月5日截止 3月27日展開一輪小圈子選舉 在特首選舉前夕以良營為首的倒林集團 政治利益共同體反林鄭連任大聯盟傾巢而出 同部分親共媒體布吊一致地向林鄭展開輿論攻擊 曾在2012年特首選舉時力撐梁振英的香港東方日報有清東網 2月11日刊文稱港府在第五波疫情下可謂束手無策 每天確診個案數以千計 反映當前的防控工作已回天佛力 同時也歸咎於港府無能 當網引述《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廣師陳偉強的話稱 現時香港疫情似乎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頻頻爆出中央出手解救 除顯示特首林鄭月娥沒有能力處理好疫情之外 也顯示中央似乎有意駕空林鄭 東網在農曆新年前夕更藉著解簽 指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個有人辭官有人回朝的景象 暗指有意連任的林鄭將會連任無望 東網說林鄭民望低落 如果由林鄭連任 香港肯定只會是一潭死水毫無改變了無生氣 而民潮勢必加劇 抗疫無能的困局恐怕只會無止境延續下去 東網瑞佩爾蕭河月下追寒信的簽文 指曾經在政府或金融體系內任職高層 現已離開之人將會打到回府 時政評論員桂達向大紀元表示 以往誰敢說林鄭不好就要下台 今年東網卻藉著解簽公開批評林鄭 實則是在直言論自由之名 實行雙方所代表中共派系鬥爭之實 韋達認為 東網這裡所暗喻的回朝人士很可能是指梁振英 按照慣例 香港特首可以再連任一屆 而且梁振英在去年已經向北京表達 希望參選下一屆特首的議員 憑且多次附近請示 但直至目前為止 北京都沒有給出一個支持或反對的明確表態 事實上北京這次沒有向梁振英開綠燈有其原因 時事評論員周曉暉曾指出 早在2012年至梁振英上台後一直緊跟江派2號人物 曾長期主管港澳事務的曾慶紅路線 將香港變成了江派繳局的重要場所 與北京的江派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和劉雲山 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密切配合 在從2014年的831否決政改激化雨傘運動 部署開槍鎮壓 到2016年炒作港獨 借立法會宣誓封波釋法等 在香港不斷製造亂象 挑釁習近平當局 令習相當不滿 周曉暉指 在上述所有繳局的活動中 梁振英等人遵從正是曾慶紅所言的 香港出現政治混亂 要害是奪權是搞政治獨立體 越亂越好辦的指示 這也是梁振英不被北京高層信任 並一再遭到北京敲打的主因 不過梁振並未因此而卻步 目前正在積極複製當年2012年競選策略 靠主打房屋等民生問題 累積民亡 爭取在本屆特首選舉中佔據競爭高位 其次 被坊間稱作梁振打手 因高調反對2019年反送中民主運動 而在香港建設派中迅速冒起的網紅閃角林 在當前特首提名日臨近 而各派有資歷參選的人士 包括林鄭本人都表現得相當沉寂之時 在1月19日宣布參選特首 她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一個宣布參選的人士 有政界人士猜測她的參選自在追擊林鄭 為良型掩護 香港民意研究所附行政總裁中建華 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 香港以往的特首選舉從來沒有一個背景 這麼具爭議性的人物出來攪局 公開資料顯示 閃角林是詠春葉敏之子葉準的徒弟 曾製作電影包括葉敏前傳等作品 活躍於金融界在財金界被認為是具爭議性人物 曾捲入多宗爭議事件 其中包括旗下第一信用金融集團 曾捲入迷惘50事件 被有著古壇長毛之稱的David Webb 列入2017年發表的一份 50隻不能持有的港股名單之中 閃角林旗下國藝娛樂文化 也捲入上市公司爭議 被廉政公署勒令調查 據《明報》報導 閃角林前年曾被人貼大字報 一群自稱苦主表示合共買了幾億港元 國藝娛樂旗下發行的債券 後來大幅貶值 閃角林也與《東方日報》有牽連 他曾以財經界人士的身份 為原東方報業集團旗下 已經結業的《太陽報》財經版賺稿 閃角林曾贊民大贊廣英政府 正因為廣英政府良好的法律制度和經濟模式 令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平止在英式法制下 任何殖民地都比共產國家或其陣營的 附庸國發展得更好 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後 閃角林的深藍陣營真面目開始顯露 在那個期間作為武術界和諧社會大行動召集人 閃角林組織了200多名武術界人士高調撐警 說警方用催淚彈驅散佔領人士屬合理武力 並協同多名演藝家人士等 說因為襲擊公民黨成員聚成的7名警察籌款 余777萬港元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 閃角林開始在香港親共媒體上大量贊民 以親建制派口吻、批評社運 評在YouTube、Facebook、微博上大量發布簡體字的親共影片和文章 甚至批評林鄭處理黑暴的態度不夠狠辣 閃角林還一直為中共《港區國安法》補教護航 自去年開始 閃角林在Facebook上刊文 要求對被受香港人唾棄的《基本法》第23條惡法進行立法 稱未來特首要以大無畏精神去面對惡勢力及恐怖分子 評需加強國安人員權力 閃角林還在1月23日公佈的參選政綱中 提到要恢復23條的立法 聲稱如果當選特首會爭取一年內完成立法 閃角林在參選政綱中還提出比當前更嚴苛的防疫措施 包括逐區封閉、進行強制性的全員檢測 必要時請求中共出動軍隊支援 所有市民必須使用健康碼 以及對於不遵守防疫規例的人加重刑罰 包括最高監禁兩年及罰款50萬港元等 鍾建華說很明顯顯閃角林是草莽英雄式的人物 這次出來宣布參選特首 究竟是他自己想乘機割和青 還是真的有些人想搞局 找他出來做些事為自己鋪路? 暫時他不知道 鍾建華還形容本屆特首選舉為歷來最墮落的一次 所謂的港人治港是將一切反對力量全部訴清 他表示出來填補空間的竟然是這類課息 你還如何說服香港人制度是好的?我覺得很可笑 以上節目內容由大紀元記者葉伊凡採訪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